又有一人在在毒品上了 这回是以中国最后一个太监走红的 50岁港姓莫绍聪 还有47岁的孙欣 他们上周五在北京因为涉毒被捕 莫绍聪和孙欣的好朋友 港姓徐绍强他也证实这件事情 他透露前天曾经在北京当地的派出所 探望过两个人 他说我见过莫绍聪10分钟 他还说他是被陷害的 孙欣他则是和女朋友在北京涉嫌藏毒被捕 孙欣的前妻林美珍 他昨天也接到电话表示很惊讶 他会不会告诉我儿子呢 他只说不方便回应